有时候很多人在做事业的时候 太过保守 太过胆小 可能就没有办法有这个机会 可是这样的人 他就是看到目标 先做再说 就刚刚老师讲的 破均 连针 这种先做再说的 那这种开创事业型的话 当他抓住时间点走到运的时候 真的就发富发贵了 而且那个是别人 可能怎么省那个钱都省不到的 就是像这种开创财富型的 什么生肖的人天生超吸睛 好 其实有一些生肖命格 确实他比较会 对赚钱能力比较有一些欲望 刚老师讲的 你要对钱有欲望 你才会赚钱 但是在哪方面 比较可以赚到的钱呢 首先这三个生肖命格 有上榜的话 但没上榜表示 不是说你不会赚钱 而是说这三个 他可能有一些身怀绝技 让他赚到钱 好不好 好 第三个我们看一下 生肖属猪的朋友 属猪的朋友 他先添这个生肖 本来就比较有福报 像刚刚讲福德沟 如果属猪的朋友 又生在农历的十一月份生的话 还有条件 他就是什么呢 人缘来财 就这样的人天生 就人际关系还不错 然后到哪里 好像都可以吃得开 然后有他在的地方 就会有欢乐的场合 或者说他的这种机制反应 也可以带给他 很好的人际关系 所以他是属于那种 人脉通前脉型的 所以他特别在人际关系当中 能够吸金 吸来财运 好 来看一下第二个呢 生肖属猪的朋友 属猪的朋友 如果你刚好生在农历的五月份生 好 那这个呢 就是开创财富 例如说你是创业的 或者说你今天可能对于这种 做事业的决心呢 会比别人更有一股冲力 有时候很多人在做事业的时候呢 太过保守 太过胆小 可能就没有办法有这个机会 可是这样的人呢 他就是看到目标先做再说 就刚刚老师讲的 破均 连针 这种先做再说的 那这种开创事业型的话呢 当他抓住时间点走到运的时候呢 真的就发富发贵了 而且那个是别人呢 可能怎么省那个钱都省不到的 就是像这种开创财富型的 属猛 老师 讲完的时候要等一下 要开第一个的时候要等一下 好 你讲完了吗 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 那第一个我们两个属什么 你知道吗 不知道 不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 看要不要改一下 还是你已经写好了吗 还是你现在可以改 赌龄哥属蛇啦 对啊 雅然姐是 一样 抓 真的不好意思啦 不好意思 有这个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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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休息一下 进度广告 不好意思啦 没有上榜都是第四名 好不好 好 那第一名是什么 第一名就看一下 生肖属女的 牛啊 你不是在比牛 我这个是牙 牛是这样 有没有这个 这个是脚 这个是耳朵 真的 阿玛陀啦 好 他可能会有一些创意啊 或者是一些看到新的东西呢 他会比他同年龄的人更勇于去尝试 还有这些机会 所以撞到钱之后呢 他可能还会把他另外去可能买房子啊 或是做一些转投资啊 再把这个钱存住 很多人呢 可能他有一些巧技得财 得到钱财之后呢 可能他就乱花钱 但这样的生肖命格的人呢 可能他会再去转投资 让他呢 把这个钱更存住 以备不死之虚 所以以上呢 这三个生肖命格的人 都是属于天生吸睛的生肖 没上榜没有关系 都在第四名 好不好 好 谢谢大家 想说全球首富 特斯拉 特斯拉你知道吗 就是那个车子 对不对 对 他的执行长 执行长马克思 他也奇怪 这个洋人 马斯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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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你就不然 有一个人 有一个人的名字 都讲不出来 台湾首富是谁 郭 没有 现在换零百里了 是喔 对啊 可是现在不知道 有没有换了 就不知道了 他公布了自己的紫薇命盘 洋人也会公布 自己的紫薇命盘 我们来请命理老师解析一下 也来问问 也是有钱人的御风 先问 这个马斯克 他成为全球首富的秘诀 是什么 对 因为马斯克 其实他自己是会写程式的 所以呢 他是有他的一个 coding的一个背景 然后他开始的时候 其实在大学刚毕业没多久 他就成立了第一间公司 叫PayPal 那那个时候呢 其实你现在 上网去刷卡 然后第三方支付 然后啪啪啪 各式各样的配 什么XXPay 圈圈Pay SentryPay 那些网路上的一个支付 SentryPay 我想开一间叫SentryPay 他就创业 拿了第一桶金 卖掉之后啊 他就觉得人是没有希望了 因为太多钱了 年纪这么小 对 对 所以他又去成立第二间公司 第三间公司 第四间公司 他其中有一间就是这个Tesla 那那个时候呢 其实他非常的聪明 你要成立公司 你不可能你的资本可以负担全世界的这个营运 所以呢 他是有找金主 但是他不跟金主拿薪水 他就说呢 我就是拿个一块美金 或者是你不给我都无所谓 但是我要股份 我技术入股 因为我负责这间公司的营运啊 然后呢 他的薪水几乎是零 但是还有很多的股票选择权 他敢跟这个金主对赌 比如说我今年 我的卖出来一万辆 他敢跟他对赌说 我明年的此时此刻 我的年成长 year over year 我可以到一百倍 他金主就觉得不可能啊 但是他每次都赌赢 他每次都赌赢 所以他的股票选择就会非常非常的多 所以他可能前一年是零 然后到第二年的时候 就变成一百亿 这对他来讲是稀松平常的事情 你看所以他没有要省小的 他也没有要赚小的 没错 他要大的 对 但是他还有一点很特别 他在这个转的过程当中呢 他很多次都要破产 因为他有一次有一间Tesla 然后又有另外一间SpaceX 就是那个发射火箭 我看到那个画面我真的觉得很惊讶 过去来讲我们要讲登陆月球 那火箭然后带了太空人上去 那太空人上去之后呢 会有一个登月舱 但火箭就没用了 他竟然可以让这个火箭飞上去之后 自己倒车 自己回来 自己回家 对 自己回来地球 然后落在那个地方 他就成功了 又暴涨一百倍 对 又暴涨一百倍 所以呢 其实我做过那个特斯拉的股票 你知道吗 他一年是翻几倍 大家猜猜看一年的股价 股价翻几倍 翻七倍 一年是翻七倍 所以很多的少年股神都这样 现在不是掉下来了 但是不用担心 他有分拆然后呢掉下来之后呢 你还是在我们当初进场的很上面 那你很少啊 因为他已经翻了七倍 然后他下来可能十%十五% 可是你想想看 他以前是翻一倍 两倍 三倍 四倍 五倍 六倍 七倍 所以呢他可以说是 全世界最聪明 最有钱的人 但是他对女朋友很不好 很不好 你知道吗 他不大方吗 他很不大方 爱江山不爱女人 对 但是这个女人 还帮他生了小孩 然后你知道吗 他是全世界最有钱的男人 他大概是六兆或是七兆 那他这个女生 是一个电影的一个歌手 然后呢跟他在一起 跟世界首富在一起 然后呢又帮世界首富生小孩 那你就觉得说 他应该住在豪宅嘛 你看那些Meta的老板 他住在组合屋里面 这个女生 没有 Ian Musk跟他一起住啊 所以你没话讲 那个组合屋多少钱 一百一十五万 不是USD哦 一百一十五万台币 那组合屋是哪 一开始是哪里用的 住的比我们还糟耶 对 然后呢 他甘之如矣 然后呢 这个 这个女哥的时候 我就觉得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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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对吗 跟外界想象不一样 对 然后呢 所以他女朋友 后来就跟他分手 然后就把这件事情 告诉大家 他说你不要羡慕我们 我们根本就是 在贫穷线以下 但是呢 他对其他女人又很好 我们那时候不是讲说 在08年的时候 那个特斯拉差点要倒闭 那那时候需要周转五十万美金 五十万美金 大概一千五百万的台币 他有一个好朋友 也是Google的联合创办人 叫Brain 他就去跟他兄弟 借了这个钱 那兄弟 五十万美金对有钱的人来讲 大概就是这样 所以呢 就开了一张五十万的支票给他 那两个人就变成很好的麻吉 那甚至这个Brain 也去投资他的公司 包括那个SpaceX 然后跟特斯拉都有投 那这两间公司不是都赚很多钱吗 所以他们两个兄弟 每次出去都body body 那后来小报就讲了 这个Ian Musk 偷吃人家老婆 偷吃了这个 借他五十万美金 让他免于倒闭的这个老婆 然后结文出来之后啊 两个人都没有反应 那他老婆 他那个Brain 就他那个兄弟 就跟老婆就离婚了 然后过了两天 过了两天 然后Ian Musk才解释 就说没有啊 他怎么可能 因为后来还有人跟他讲说 就是新闻出来之后 就有人在这边 窃窃私语 就说我还看到了 Ian Musk跟Brain下跪 请求原谅 他说那个时候 只是一个一夜情 就是一时天雷沟通地火 那只发生过一次 然后他最后下跪 请求原谅 但是两天之后 Ian Musk就解释 他说我就求婚的时候会下跪 我不打算跟Brain求婚 所以我不会对他下跪 我也没有发生这个事情 但是整整拖了两天 所以一般人是不信 因为如果没有的话 对啊 当场就会澄清 当场就澄清 所以他们在讲说 会不会是在两天之内 他的公安团队 因为对方也是名人 也是Google的联合创办人 所以会不会是在两天之内 赶快去沟通一下 我们一起让这事情结束 所以他的声明在两天之后 才发布 就相信的人比较少